明日新闻 中午导 好 还要来看到是为了中国学生来台的问题 蓝绿炒翻天 而现在就连大学内部也出现了反弹 正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会最近做了一份调查 有25%的学生认为 中国的学生享有的福利比台湾学生还要多 甚至热门的课程都被中国学生优先占去了名额 这反而排挤了台湾学生的受教权 60人的教室挤了满满满 这是大学里热门课程上课的模样 但却有世新学生反映 现在热门课超难选 因为被短期研修的中国学生 抢走了不少名额 会影响到我们选课的权益 怎么说 因为他们就什么课都可以选啊 然后就觉得就是越来越抢不到想要的课啊 像通事课或是体育课 西班就会帮人选 就那要加选我们都不行 要说名额满的要给入生 保障名额 这我们就不能选 世新学生会最新调查还发现 有25%的人认为 中国学生享有的权益 比台湾学生还要多 除了选课无限之外 校房每天早晚还准备车辆接送 周末时还会安排游览行程 让学生们很不适滋味 并没有强制他们一定要坐交通车 回到他们的宿舍 所以说有的路生可能会 刚来到台湾又想要到处玩 但是就浪费了这个资源 所以我真的亲自看到 就是有一台车只有两个路生而已 那那个他们都要付费的 所以这个他们的收费 其实也比我们的学生还高 我们选课基本上 路生这个来是外加的 所以是还是我们 我们世新的学生他先选 那选课本来就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可能是 原先就有的一些状况 尽管校方强调 不会影响台生权益 但实际上 老师考虑教学品质 往往会限制上课人数 加上教室空间有限 难免压缩到台湾学生选课的名额 这让民进党立委很忧心 来台湾的时候采用外加名额 可是选课却是内涵名额 因为教室的座位有限 来台交流一年的中国留学生 来台湾以后 在校内呢 破坏学制 稀释教育资源的事情 也已经浮现了 光是短期中国学生 就已经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如果未来真的开放中国学生来台 恐怕将会衍生更多问题 理事新闻 陈旭李泽民 台北报道